第一名 居然有20%回饋 是什麽卡片 建你这11张卡片 免灯 勉强 人人有 有卡 有刷 有回饋 嗨 我是寶可夢 很多人都在问我说 在超商刷卡 用什麽卡片才有高回饋 而这张永丰大卫卡 在2025年有最高6.5%回饋 可以在超商用吗 答案是 登登 不行的 其实如果你要在超商使用的话呢 推荐你这11张卡片 你可以看一下我们旁边 就是我们这完整的排行榜 今天就要一一的来跟你说民主讲名牌 第11名是这张国泰世华的Cube卡 它每一季会更新一次权益 目前的权益已经走到了 2024年的10月到12月 你只要把这张卡片 转换到集精选的权益 那么你在小七跟全家来做消费 直接使用卡片消费 就可以享有2%的小数点回饋无上限 这张卡片比较特别的是 它在2024年的下半年 也导入了所谓的权益分级 就是你必须要跟国泰世华往来越多 你才能够拿到更多的好卡 比如说你只有Cube卡 那么你就是等级1 等级1的话呢 就是在它的三个指定通路里面呢 就是只有2%回馈而已 比如说集精选 乐想购跟去旅行 就是只有少少的2% 但是如果你有Cube账户 就是要开户啦 有开户之后呢 你就可以晋升为3%的回馈 那如果你跟国泰世华往来更高 比如说你是VIP的等级 放300万往来三个月 那么下一季之后呢 你晋升为这个财富管理的等级之后呢 你的三个指定通路 乐想购、去旅行跟玩数位 就可以拿到3.3%的小数点回馈 这个呢 就比之前的3%还要再好一点点 不过呢 在集精选的通路呢 都是一律2%回馈而已 这个2%回馈听起来好像没有很厉害喔 但是呢 如果你把它拿来兑换里程的话 它的回馈率其实还不错 比如说 你本身是持有国泰世华世界卡的 那么 你的兑换比例就比较好一点喔 就是每300点小数点 可以兑换1000里的 长荣跟亚洲万里通数 那相当于就是 大概是每15元 就可以累积1里喔 在超商的消费 但是呢 如果你本身没有国泰世华世界卡 那么 你就是18元累积1里 其实在超商消费 我觉得也算是还不错的 下一个名次第10名呢 是我的主力卡 就是这张HSBC的旅人卡 这个旅人卡呢 你只要绑定在行动支付上面 不论是LiPay 接口 或者是Apple Pay Sansom Pay Google Pay等等 你只要就是绑定支付 一样可以吃得到 这张卡片的原始回馈 就是国内18元1里 海外10元1里 所以像很多小吃摊啊 它就只有用LiPay 不会用接口的 你把它绑上去 你都吃得到回馈 甚至连TWQR的 这个共通性的支付呢 也是拿得到的 所以这张卡片呢 真的是蛮神奇 不过呢 这张卡片呢 它本身需要8000块的年费 这个旅人无限卡 它的等级呢 是最高的 但是呢 它也比较贵一点点 那有送你什么好康呢 佼佼8000块年费之后呢 首刷1万元 可以送你8000里的 这个飞行里程 那再来呢 国内18元1里 海外10元1里 是必备的 再还有送你4趟的机场接送 跟8次的还雅贵宾室 那还有这个旅行平衡保险 量也是2000万左右 以上的权益呢 零零重重加起来 如果你把它又好又满 我觉得8000块的年费是可以拿回来的 尤其是我们全家人就是这5年 都用这张卡片刷 总共累计了50多万里的里程 其实带家人飞出国 或是自己搭商务舱飞出国 其实都很爽 我个人觉得这张卡片 真的是CP值非常的高 当然啦 你把这张卡片绑定在接口支付 就可以在四大超商 小七全家小莱还有OK 通通都可以支付 所以等于是超商的消费 这张卡片也吃得到 第九名呢 是中信欧密卡 再加上派钱包 这张卡片两年前推出来的时候 我曾经有做过介绍 那它当初最高的回馈呢 是有20%回馈 真的很厉害 但是呢 这两年过去呢 慢慢的收水到只剩3% 但是呢 也是不无小补啦 比如说 你只要把这张卡片绑定在拍钱包 或者是在Hammipay里面 来做扫码支付 都可以拿到3%的回馈 那每个月呢 可以拿300 所以回推呢 大概就是刷个1万块以内 会封顶这样子 那这张卡片的使用通路呢 你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表格 就是四大超商 还有其他加码的指定通路 通通都有 所以你不用在超商刷1万 你在其他通路一起刷 诶 也是符合这个资格的 下一个呢 我们要介绍的是这张 华南的爱网购生活卡 这张卡片其实推出已经很久了 它基本上它的网购回馈呢 就是2.5%回馈 每个月刷1万可以拿250 所以它其实算是一个 非常简单无脑的 那我推荐你 一定要申请这个Visa品牌的 因为这个Visa品牌 它有作家吧 在2024年的下半年 就是7月1号到12月31号 你只要拿这张卡片来刷 除了刚刚讲的2.5%之外 再加码1% 所以就来到3.5%回馈 但你还是有几个任务要完成 比如说使用电子账单 然后再来就是使用SY账户 来扣角卡费 绑定华南银行的LINE个人化通知 只要完成这三个任务呢 这张卡片每个月稳稳刷 1万块都有350的回馈 那因为它这个是所谓的网购嘛 华南银行它在网购的日列 是非常宽松的 所以你把它绑定在接口 绑定在LINE配来做支付 也是有3.5%回馈的 所以你在四大超商 小七全家小来 还有OK 通通都可以拿到3.5%回馈 推荐第七名的部分呢 是这张台新的太阳玫瑰卡 这个卡片呢 它在今年的6月28号 有做权益更新 所以它目前权益走期 就是2024年6月28号 到12月31号 你只要拿到这张卡片 或者是你可以参照 我们旁边的这个资讯栏 你的卡号只要是前四码 是上面写的这个 那么你就可以享有天天刷 或是大笔刷的权益 你也可以在他们的APP 台新 Richard Live APP里面 来去确认你自己的卡片 是不是可以转换权益 两个 一个是天天刷 一个是大笔刷 那么你只要把你的权益 转换到天天刷里面 那么你在小七 还有全家的消费 直接拿这张卡片去刷 就可以有3.8%的点数回馈如上限 这个台新朋友的点数呢 它以前呢 兑换这个亚洲万里通的理查 大概是七元一厘 很厉害 不过呢 它后来把这个权益 就是稍微调整过之后 变成14元一厘 就比较没有那么厉害了 不过14元一厘也是蛮强的 这提供给大家参考 推荐第六名呢 是这张 永风现金回馈GREEN卡 这个卡片呢 它已经推出快满一年了 它在2024年1月份推出的时候 我就觉得 它真的蛮厉害的 因为它有一个很厉害的通路 叫做自动价值 这张现金回馈的GREEN卡呢 它的活动期间是 2024年的1月1号到12月31号 自动价值可能可以拿到4%回馈 这个4%回馈呢 一个月可以拿多少 算一下喔 大概是拿400 所以你回推喔 大概一个月 7500元的自动价值以内 都可以吃得到4%回馈 我觉得这一点呢 真的是蛮厉害 它的优惠就是 免灯勉强 人人有 有卡 有刷有回馈 所以它就比那个JCP 10%什么样 要抢灯的 就简单多了 基本上你只要把这样的卡片办下来 那么 拿它的优有卡自动价值的功能 在外面直接做消费 比如说小七全家 然后莱尔富OK 通通都可以 那甚至搭捷运搭公车 用这张卡片支付的 通通都是4%回馈 就是96折 那这个呢 就是不需要抢灯的 非常非常的佛心 所以我也很推荐你 申办下来使用 至于明年的权益有没有改变呢 我这个要再就是更新一下 等到他们的权益正式公告的时候 我会再来做一集完整的 这个永风卡的攻略 来提供给大家参考 推荐第五名呢 是这张华南银行的SNY信用卡 这个卡片呢 是要绑定SNY数位账户一起使用的 所以请你呢 先开户再办卡 本团的SNY数位账户呢 其实已经有破千人上车了 那之前的那一档活动 其实大家也很热烈的在参加 就是我们有这个所谓的 利息翻倍的活动 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 年底之前都还有机会 赶快来参加 你的这个10万块存在还栏呢 有2.3到2.5% 那我们再翻一倍 就让你的利息变成5% 真的是蛮好玩的 那他现在这个刷卡回馈呢 在2024年的下半年就是7月1号到12月31号 你只要完成几个任务 比如说这个使用信用卡的电子账单 再来使用SNY数位账户扣角卡费 那么你就可以拿到 他这个指定通路有5%加码的部分 这个5%加码是指哪些呢 就是所谓的电子支付的部分 包含就是幼幼富 接口LightPay等等通通都有 那么你在这些通路里面 绑上这张卡片所做的消费 尤其是用接口 在四大超商 小七全家小来还有OK 通通都吃得到这个回馈 但他有一个小小的门槛就是 单比至少要100元 然后每个月这张卡片的 抵销至少要5000块钱 那上限是1万 所以每个月大概1万块左右的消费 都用这张卡片 绑定行动支付也符合喔 比如说我也把它绑定在LightPay里面 然后呢去佳乐福里面来做储职 那也可以喔 那这样子的话呢 其实我的储职金等于是救护者 那我再把这些储职金 包装成我的活动来 责送回馈给粉丝 像我的大物TG群群 每个月都可以抽奖 这不是很爽吗 所以呢这张卡片 其实也是蛮万用的 推荐第四名呢 是这张永丰大户 现金回馈预计卡 很多人呢都一直着眼在办大卫卡 但是都忘记了这张卡片 才是真正的现金回馈神卡 国内海外最高有 国内7%海外8%回馈 那我们先不讲这个 我们讲的是 它的指定通路有一个呢 也是很神奇 叫做自动加值 这个自动加值呢 将会成为这张卡片明年的重点喔 你跟永丰往来 达10万元台币 日均匀额 你就可以拿到7大指定通路的5%加码 这5%加码 每个人每个月可以拿300 也就是回退一下 大概刷6000块以内的 这个回馈呢 都是拿得到5%加码 但因为自动加值不想基本回馈的部分 所以它至少有5%回馈 每个月6000块以内的自动加值 就是12次的自动加值 通通都可以拿到5% 所以等于是你拿这张卡片去 小七小来 然后还有全家 跟OK来做消费 通通都是95者 那甚至像美联社也可以啊 然后还有就是公车捷运 通通都有 这张就是所谓的日常生活 95者神卡 这张卡片在超商可以有95者 但是大卫卡可是没有的呢 所以你怎么说呢 这张卡片跟这张卡片 两张卡片你都要扮下来啊 因为就是神卡超好用 第三名呢 我推荐的是玉山Unicar 玉山Unicar 它的百搭同路里面 明明没有超商 为什么我要说它可以呢 这个就是它神奇的地方 其实呢我们这一集的节目呢 是从我们的 洛阳猫电子报第11期 就是拿出来跟大家分享的 那到底怎么做 这个妹妹格格呢 我通通都放在我的电子报里面了 所以如果你是本团的忠实会员 请你赶快去收email 我已经寄给你了 那如果你没有的话呢 也请你赶快 就是看我们画面上的资讯栏 赶快来登记加入 那么你每两个礼拜 或每一个礼拜 你就可以收到一篇 我们最新整理的 市场资讯跟排行榜 那还有最棒的优惠办卡资讯 通通都在里面 免费加入 赶快申请加入 那因为发过的电子报 不会再发了 那你要怎么去看这一期 这么精彩的内容呢 很简单 你只要加入LINE群组 这个是我个人经营的LINE群组 那么你一样 也可以重新去翻阅 我们曾经发行过的所有电子报 我已经陆续上架在里面了 包括这一期的排行榜表格 我也已经在上面更新了 所以请大家呢 赶快回去LINE群组 或者是去你的email信箱里面去捞吧 那还没有加入的 要赶快加入喔 所以这个排行榜 跟你讲的5%回馈 到底要怎么拿到 就让我先卖个关子 赶快去收信吧 第二名呢 是悠有卡的 JCP自动加值10%回馈 我通常都是用这张卡片 这张卡片是Muji联名卡 那它也有这个悠有卡的功能 拿来抢也是很方便喔 那这个JCP悠有卡的 这个自动加值10%活动呢 它的活动其实已经做了大概5年以上了 那明年2025年一样也有延续喔 不过它跟2024年不一样的地方是 它有要求2025年每一张卡片 只能登记3次 第4次就不给回馈了 所以请你要特别注意喔 就是你身上只有一张JCP悠有卡 要每个月1号早上9点来做登录的人 请你多办几张 像我们的表格上面呢 我就有提醒你好几张都很不错 比如说玉山熊本熊卡 然后远东的这个旅游JCP卡 这些都是很不错的卡片 大家都可以办下来一起用 或者是Cube也有JCP的卡片啊 这些东西呢把它通通都办下来 那么到时候有活动就一起拿出来用 你就不会吃亏了 接下来到了最精彩的推荐第一名 你居然有28回馈 是什么卡片 就是这个 土地银行的这个运动卡 上面这张呢是雨林闪耀卡 下面这张呢是都督运动卡 你看它居然有一个L跟有一个B 也是Line Bank的联名卡嘛 这个真的是非常的童趣风 个人都觉得 是不是小画家画一画就出来了 其实还蛮丑的 但没关系 回馈好最重要 它所提供的28回馈呢 是一卡通的自动加值 一卡通的自动加值呢 你只要低于0元 它就可以启动一次自动加值500元 那这样子你就可以拿到28回馈多少 就是100 但是每一张卡片呢 活动期间 10月1号到12月31号 上限是200元 所以你可以两次自动加值 也就是加值1000块拿200 然后这个也是加值1000块拿200 所以最多呢 就是总共花费2000元 可以拿400元回馈 这个对于大家来讲 我相信应该是非常非常补的 像我的话呢 就是10月初看到它有这两张卡片推出 我就马上去申办了 而且这个土银度我非常好 它给我额度居然是40万 好惊人喔 所以我当然更认真更在用它了 但是呢明年的权益就不知道了 因为这是这个2024年第四季的权益 但我觉得很棒 如果你本身呢是喜欢在四大超商 或者是比如说公车捷运上面来使用的话呢 这张卡片的2028回馈 请你一定要务必先入手 务必先使用 因为毕竟2028的回馈呢明年就没有了 那怎么办呢 当然是现在先用啊 好 所以这是我目前最推荐的20%神卡 诶 那一卡通到底哪里可以用 其实一卡通呢在台北也很好用 在超商还有在美联社 其实通通都有 小七全家莱尔夫还有OK 也都可以用一卡通做支付 所以这个卡片呢 其实也是很畅行无阻 非常好用的 有人就在问我啊 诶 这个永丰大卫卡 它不是2025年的最新神卡吗 旧户有4.5%回馈 新户也有最高6.5%回馈 这个卡片拿来超商做支付不是很爽吗 但我跟你讲 登登 不是这样的 超商里面要用来配 他们其实是有签订合约的 不是每一家银行 能够绑定商来配就可以支付 那永丰刚好没有 所以这个真的是没办法 那你也可以看一下我们画面上的这个资讯栏 其实有讲到 像7-11有提供绑定的就是 中信 国泰市华 然后还有联邦 台新等等这些银行是有的 像全家的话呢 它就是限定台新 台北富邦 然后还有联邦 那就差很多啦 因为完全都没有 所以你绑定之后呢 你在那边还是不能支付的 所以这个就要跟你说一声不好意思 但是绑定来配支付呢 全国有50多万个据点 甚至小吃摊夜市通通都有 所以这张卡片呢 的确还是2025年的神卡 到目前为止啦 所以非常推荐你 就是有机会就赶快办下来 尤其是年底前上车 明年就是6.5% 如果你是明年1月1号上车的话呢 你就只有6%最高而已 所以呢 年底前现在上车就是一个最好的时机 那宝可梦在超商到底都用什么支付呢 其实我自己呢也是很懒啦 基本上超商的东西比较贵齁 所以我平常能不在那边买就不在那边买 但如果真的有需要买东西齁 就比如说集结材买饼干 或者是有些日常生活用品极需要用的 赶快去买的 那用什么呢 其实很多的银行跟券商他们都有 这个所谓推荐活动嘛 那推荐活动就是会送一堆小七商品卡 那我就拿这些商品卡来做支付齁 所以基本上我很少花到自己的钱 但是如果真的废话不可的话呢 我就会用我的主力卡 就是HSPC旅员卡在绑定在接口里面来做支付 就吃得到刷卡回馈了 所以这点对我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那如果你本身也喜欢累积什么长容啊 然后累积牙腕的 那你可以考虑我刚刚讲的 比如说台新的太阳玫瑰卡 就有3.8%回馈 或是国泰斯瓦Cube卡呢 在小七全家也有最高2%回馈无上限 这个呢也是大家可以去考虑使用的 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呢 也非常欢迎你分享给身边的亲友 尤其是他们喜欢一天到晚 往超商跑的人呢 用这11张信用卡 可以让他省下更多的金钱 甚至还可以累积里程费出锅完 不是很好吗 也非常欢迎你来按赞留言分享订阅 就是多多订阅 多多广传出去 让我们的这个社群更加壮大 那未来呢我也会持续的制作这个信用卡 然后还有里程啊 饭店汇集等等的介绍 大家就可以好好期待咯 我是宝可梦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